前任朋友出国留学回来了 真的想不到啊 我前男朋友今天来医院看完了 没想到他一直在关注我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人 也有很多坏人 大家好,我是猪八娇 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生病祝愿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被人探望的感觉 真的好温暖 我自己爸妈在外忙 抽不抽时间 我觉得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我说我就没有必要 要我老爸老妈过来了 未来的婆婆说 家里能活多 我也说不用来 我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 林依才的话 就是直接联系不上 所以突然有人今天来医院看我的时候 还是前任朋友 当时我很紧张 也很激动 心脏普通跳得特别的快 更想不到的 就是 还是前男朋友来探望 我做梦都猜不到 真的 在这里我先澄清一下 我和这位朋友没有任何的关系 也没有任何的联系 今天我了解到的就是 他出国 留学回来了 没想到吧 我前男友他一直原来在关注我这个抖音 前天我不是在门口 门着门口录了一段视频吗 或许他看到了 然后知道我在哪里 再然后就是直接来住院部 问我的名字 找到我的床位 他当时提了很多的水果 买了一些糕点 买了一箱牛奶吧 但是 我前任朋友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还带了一个人 大家能猜到是谁吗 他老婆 所以啊 大家不要多想 他结婚了 这次来医院探望我呢 可能或许觉得我很可怜 觉得同情罢了 家人们是不是这种感觉呀 我和他是大学同学 分开的原因呢 是家里不同意来做上门女婿 然后就没办法 只能听父母的 就这样子分开了 一分开就是好几年 然后好几年的今天 来医院见我 也是第一次见面 对 对 感谢观看